蔡总统当年说ECFA是糖衣毒药 显然他决定继续吃毒药 ECFA现在没有这个问题 他是规定说到了十年 还没有把里面的东西谈完的话 其他的国家可以提出异议 但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听说哪一国家要这样做 但是根据ECFA第十六条 双方大陆跟台湾都可以片面的要求终止 但是大陆也没有这样提出来 我看到经济部跟陆委会都一再的恳求大陆不要把它中断 虽然蔡总统当年说ECFA是糖衣毒药 显然他决定继续吃毒药